好,現在枱頭的幾架筍物品 沒錯,就是Tiny的出品 跟Shell的合作呢? Porsche 944 如果大家對於車輛的比賽熟悉的話 這一個Shell的Clossover都非常出色 整天都有它 對,你會看到這次是用1000隻限定本身 其實我們也有約乾架車 這兩隻就是這一盒的 就是Upright Headlight 等於是開了頭燈板 這個就是1000套限定的 一套就是兩架車 德哥手上這個就是Flat Headlight版 沒有撥起蓋頭蓋 蓋燈 蓋頭燈的版本 所以我們砰砰聲 它這次又沒有跟這個卡 這次沒有卡的 經過我們有勢力的人士 真的嗎? 謝謝 協調 謝謝 協調 可能也正在看我們的 謝謝你 謝謝 有啊,有張卡在這裡 真的嗎? 真的嗎? 很厲害 不好意思,多謝 剛才德哥說了 這個有張卡 後面看到我信不信到 歌卡 是 後面是有Number的 我這架是0127 白色 一組都是0127 哦,大家都一樣 我們是同一盒 未對到超 行了 看到嗎? 看到了 0127 沒錯 那卡本身先看看 最主要前面是一樣的 後面就是你自己不同的車 不同顏色 沒錯 錯 好啦,立刻開來看 先看看 這架,這邊 這架,這邊 看了我這架 可能要Wokka幫幫忙 好 那我這個位置好嗎? 好了,要手握 手握 對了 咦,怎麼會這樣? 等等 不要用死力 我要按多 要中什麼? 無形 好了,看到我們天船地磚 怎麼沒有地? 不是 這個技術錯誤 我剛才遲到這個情況 我不會開車 即是你現在怪他這樣說 你現在怪我這樣說 哇,這個畫面很棒 嘩 對,經過一輪的旋轉 對 終於都回來了 好 Close up 放在桌子上 對了 那我就想給觀眾看看 這架車的拉花 跟我們平時看的好像有一點點不同 首先你看看 為何死不肯對焦 那個電話 等一下 不斷扯到桌子上 你拿開手吧 還是太近呢? 不是呀 可能是呀 好一點,就這樣 就是這樣 剛才我們說了 你看到嗎? 這個很特別的 車頭蓋這裡 好像以前很喜慶的那些 好像有些無龍無絲 有些紅色,很特別的 而最特別的,我就覺得這個了 車頭燈這個蓋子 是有兩個shell的logo 我想說的 好過癮 真的有些料到 對呀 然後呢 這裡 我覺得細節滿滿的 然後呢 旁邊也是 整架車都有很多sponsor的logo 拉花 頭上有一個Sony的招牌 然後就在後面 是不是很美? 我覺得很美 其實本身真的 我相信一架車 就是一塊水左右 是 給那麼多東西 你本身裡面 不是給那麼多東西這麼簡單 是你最窄洗 你每一個logo 你都要給license fee 是呀 他怎樣賺錢呢 真的不明白 而且我覺得這一屆 因為 老實說這架Porsche 944 我想都有回過年代 是呀,很久了 跟我們平時看的Porsche 就很不同 沒有了車頭的眼睛大燈 嗯 跟著呢 我覺得就更加有一些 好像現在的日本車那種跑味 哦 不過本身其實你這架Porsche 944 它那個 雖然就是年代久遠的 真的 但是它縱使現在放回去 就是現在的轎跑車 我都覺得 就是完全 在外形上不舒適 對 完全不舒適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我都跟觀眾講 因為剛才我也很害怕 這裡其實它有兩個 倒後鏡的 今次就很細心 是軟膠來的 嗯 所以你當然不要大力地撞 但是你輕輕地撞到 那也不會 輸少一點的 是少一點的 剛才我都撞一撞到 我也害怕一害怕 但是這兩個車頭 蓋這兩個燈蓋 就真的是硬的了 嗯 就不要那麼大力按它 是不可動的 OK 再跟觀眾講是不可動的 你不要回去 哦 我就試一下蓋上燈 那你就玩完了 重點你可能給小朋友玩 是的 我真的不建議 不建議 是的 這麼漂亮的車仔 都是顯示器用 或者滾一下 好像德哥那樣滾一下 就好了 好 我現在介紹了 好了 另外一架944 本身Turbo Cup來說 大家看到這個拉花都熟 完全不會覺得陌生 同樣地 用了Shield 主要是一個贊助的 你會看到 其實整架車 我相信可以跟剛才Ricky介紹的車型絕對是一模一樣 但是分別除了本身的拉花之外 你可以看看車尾那裏 這裏的防滾架的內扣 完全是突出的 會有幾大分別 當然 你既然買了這個包裝 其實不用太擔心 那你只剩下 如果 我可能只喜歡白色 我可能只喜歡Shield 最classic 的Color 那你就跟朋友們慢慢自己拆掉它 沒錯 剛才德哥也有這架車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架車 究竟是否跑山 還是什麼 是啊 它連頂部 它連頂部都用了啞黑色的 好像一個膠棚的感覺 可能真的是在跑車的時候 賽車的時候 可能有些特別的 而且重點 既然現在Walker正在做這個攝影師 先拍一拍這裏 這裏一定不是英文 你怎麼讀 看看 這些不是德文 就是荷蘭文 不懂得的 哦 有個Vaunt 有個Vaunt 德或荷蘭 或者其他北歐語言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車隊 我真的不知道 有多些資訊 也可以在下面 點一點醒 如果到時候 做一個美麗的版本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跟同好 分享一下關於這架車的背景 不過 老實說 這兩架車仔 無論你是波鼠迷 或者是舊跑車迷 或者是Turbo 或者是Turbo迷 我覺得這兩架車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很有跑車味 是 這樣吧 正 待會見